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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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部分 我會講一個簡單的音訊讀寫錄製跟播放 然後大概跟你們稍微說一下 你要怎麼樣用MateLab 因為之前有講過影像的處理嘛 你只要讀一個圖檔進來 然後做一些巴巴巴的處理 那今天這個部分呢 我會為你來講說 這也是我們實驗室在做的東西 所以這是很基本 就是怎麼樣去讀寫一個音訊 然後去譬如說你要錄音 你要錄音進來測試之類的 那你要怎麼樣使用MateLab去錄音 那還有播放這個部分 OK 那 首先 必須要先提到一下一些 聲音訊號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 我們聲音訊號叫做Audio Signal 簡稱叫做音訊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泛指就是由人耳可以聽到各種聲音的訊號 包括你的譬如說你在唱歌啊 或者是像我現在在講話 你們所聽到的 這都是一個聲音的訊號 那 音訊有一些基本的特質喔 那大概是 以下這三種 第一種就是音量 那譬如說 我很小聲的說話 音量就會變小 那譬如說我很大聲的說話 音量就會變大 那這音量 就是所謂的聲音的大小 那要稱為所謂的力度強度 或者叫intensity啊 或者叫energy這樣子 那 音量越大的時候代表 代表它的音訊的波形的正幅會越大 那等一下我們會秀一些 在讀進來的音檔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波形的正幅長什麼樣子 那第二個特色呢就是音高 那所謂的音高就是像你在 你在唱歌的時候 有抖了一瓶花 那就是一種基本的 基本的pitch 那這個pitch呢是由你的 你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基本頻率來決定的 那這個基本頻率要是越高的話 代表說 它的音高是越高 譬如說你在 你在聽女高音 在唱什麼夜後之類的 知道夜後嗎 那個是高到破表這樣子 或者是說 可能男高音也有像什麼 Paharodi Paharodi最近才 之前就過世了嘛 那她聲音也是非常高 那那樣就代表 她的 她基本上發生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是比較高的 那 反過來講呢 如果她的 她的頻率越低的話 她基本頻率越低的話 代表就是像是男低音 你們知道 清大最近最出名的那個嗎 Acapella團體 有嗎 應該是你們的同學嗎 那個 誰 9D嗎 你們認識她嗎 呵呵 好那 反正 那裡面就是像 和尚團裡面本身就有 所謂的男低音 然後那聲音就很低 喔喔喔喔喔 非常的低喔 那這東西就是 跟你的基本頻率 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 那這個基本頻率的說明呢 我們等一下會在 各個小節會看到 各種不同的範例 那 也可以示範說 欸 假設我改變了這個基本頻率之後 我聲音會變什麼樣子 你等一下也可以在範例裡面看到 好 那 再來呢 就是所謂的音色 那音色 音色就決定的是說 欸 你知道譬如說 你的同學的某某某跟某某某某可能講話 非常的像 那表示他們音色非常的相近 那音色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這個音訊的波形呢 在這個周期裡面的變化是什麼樣子 那 每個人講話聲音都不同 代表每個人音色其實都不太一樣 還有像是每一種樂器啊 譬如說 呃 直笛跟黑管 跟小笛琴 他們的音色都不一樣 那表示他們在 在這個 周期裡面的基本的 那個 變化是都不一樣的 好 那 大概簡單的介紹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往下看 好 那 那 簡單的一個範例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範例 如果我們要讀取一個 光 就是 這是在教學光景裡面的一個 web 檔 叫做 welcome.web 好 那並且我們想要畫出它的波形 我們想要看它的波形長什麼樣子呢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程式 那 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歡迎光臨 這應該是老師 這是老師的聲音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波形大概長的這個樣子 那 你可以看到 它那個波形會這樣一直上下 上下上下 那就是它的正符 那 所以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這個音訊 有沒有那個 投音筆啊 好像沒有 好 沒關係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音訊 它這邊分成兩個部分 這邊 這邊有個 有個間隔 所以它這邊 這邊可能是 suppose 它是 歡迎 然後這邊是 光臨 所以是歡迎光臨 那為什麼要錄歡迎光臨呢 我也不知道 好 那 所以我們簡單執行結果 它的波形圖就長這個樣子 那 這個波形圖就代表了這個音訊的 一些特性都在裡面 這樣子 好 那 只看到這個波形 覺得不夠嘛 我們還要必須要了解說 欸 那它的 它的取樣頻率是多少 或者是它的 它的 每個點呢 是由多少個位元來表示 那這些都是 一個音訊 最基本的一些要素 那 這個 wave read 它本身 有 有 前面三個 output 就是第一個就是它的 整個波形的 的 的 vector 這樣子 好 那 後面的那個 fs呢 就表示它的 取樣頻率 那 取樣頻率越高 suppose你一秒鐘裡面取的點 就越多 那越多表示你的 你的資訊就越多 你的 你的音訊就越 就是 比較精準 然後比較完整 這樣子 那取樣頻率越少的話 它的資訊就越少 雖然你 耳朵可能聽不太出來 但是實際上 你在做一些分析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 精細度是有差的 那 n-beats呢 是代表說 我每一個點呢 我是用多少個 bits去代表它 那假設是8的話 就是一個點是8個 bits 假設是16的話 一個點是用16個 bits去代表它 那這個也是跟精細的程度有關係 好 好 那 這邊呢 假設我們要知道音訊的長度呢 我們可以用 它整個vector的長去 去除以它的fs 那因為fs代表的是說 我一秒鐘 我一秒鐘 要取幾個 要取幾個取樣點 譬如說 這個例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這個例子呢 就是剛剛我們的 歡迎光臨的 這個wave檔的資訊 你可以看到它的音訊長度是1.4多秒 那它的取樣頻率是 11,025個點 一秒鐘 那表示說 它一秒鐘有 11,025個點 那你就看那個y 那個vector有多長 譬如說它有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 這個y剛好是 16,001個點 那你用16,001去除以 11025的話 就代表說 它有幾秒嘛 你用總點數去除以它 一秒有幾個點 就表示它這個音訊的總長度是多少 那還有它的解析度是 它一個點是用八個bit去代表的 那這邊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資訊 這樣子 好 我們再回到這邊 OK 那這邊就是它執行的結果 那我們這邊直接跳過去 好 那 在這邊呢 這個wave檔案 它如果是八個bit的話 它是用onsign integer的方式來儲存 所以 它表示的方式 其實是從0到255之間 但是 map呢 map在把wave檔 讀取進來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值 調到-1跟1之間 這是它 這是它自己會做的 做的那個 動作 你可以試用其他語言去讀一個wave檔 那你讀出來 你就發現它其實在0跟25之間 但是在manable裡面 它自動會做一個處理 它會把它換成 在-1到1之間 這樣子 所以 假設呢 你要看說 我現在這個值呢 到底在原本的地方 它是什麼值呢 你只要 你只要用這個reweb這個 就是你把這個變數乘以128加上128 就可以得到原本的值 那譬如說 一樣來示範一下 好 那這個difference是0 0的意思代表是說 這邊的0的意思代表是說 我這樣轉換之後呢 它suppose它應該都是整數 所以 我去取run的時候 suppose它應該是跟這個y0是一樣的 然後你用絕對值去相減 那假設它不一樣 說它有小數點的話 那基本上這邊 這邊應該是會有差距 那表示轉換出來 它是一個整數的值 好 OK 其實這張講 蠻快的 那 那 再來這個範例呢 我們會示範一下 欸 那你覺得說 剛剛聽到的都是單聲道的音訊 就是都是 你同時應該會從兩邊都聽到聲音 那 這個wave read呢 它也可以讀取雙聲道的音訊 那 這時候它讀回來的 就不會是只有一個vector 它的y會變成是兩個vector 那分別代表左右聲道的波形 那我們來看這個範例會長什麼樣子 其實聽不太出來 不過 如果你回去 回去在你自己的電腦上試的話 它是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那種 類似環場音效的效果 它會從 左邊的喇叭 放到右邊的喇叭 然後再從右邊的喇叭 回到左邊的喇叭 的這種效果 你可以自己回去試試看 那 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波形圖 它波形圖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 它有時候這邊比較大聲 然後 然後有時候這邊比較大聲 所以你聽起來就會像是 就會像是 就像是從左邊 然後一路晃到右邊 再從右邊 再一路晃到左邊 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 今天有一個作業 也是要做類似的事情 不過是要請你 自己錄一段音 然後 想辦法把它弄成 雙聲道這種 就是喇叭跑來跑去的這種感覺 今天有一個作業是這樣子 那 好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細講這個作業 好 那 繼續下去囉 好 那這邊呢 因為它必須要 它是雙聲道嘛 所以它必須要有兩個 兩個vector 去代表它的 兩邊的波形 所以你這邊的Y 讀回來 它就會是兩個vector 那 這邊就是你分別去處理它 這樣子 然後 我把兩個vector的 波形 plot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 剛剛上面是它的 左聲道 下面是它的 右聲道 之前應該會有圖 那 這個範例就會示範這個 這個flanger flanger flanger OK flanger wave 這個 它左右聲道的波形 各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 假設呢 你今天 來了一個一個小時的音檔 哇 那點數真的是爆炸多了 我一次就讀不進來 好 那 這個wave read的話 它可以支援說 欸我只要讀 譬如說 從第4001到5000個點 我只要讀這麼短一段 就可以了 它也支援這件事情 所以 假設音訊檔案非常大 你沒辦法一次處理完的話 你也可以一次抓一點點 進來處理一下 就OK了 那 譬如說 這個部分 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樣是用 用幻影光靈來做 這是幻影光靈的其中一段 就是從第4001到5000個點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詳細的波形 因為它現在 整個 取樣的點變少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波形長什麼樣子 OK 那它畫出來的圖形就長這個樣子 OK 那 好 那你覺得說 欸 我光是知道它的 它的取樣頻率 跟它的 位元率 我不滿意 那我還想要知道一些 譬如說 它的channel是多少啊 它的format是什麼啊 的話呢 你在 你在後面再加一個 argument 就是output argument 那叫做options 那 這裡面呢 它會 再plot出一些 比較詳細的資訊 那這我就不示範了 因為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 讀取的範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知道說 在這邊 我們可以讀取一些 單聲道 雙聲道的wave 然後把它做出來 就是把它plot出來 那再來呢 我們會介紹一些 你要怎麼樣去 修改 然後去播放它 好 那 假設我們 我們讀進來之後嘛 讀進wave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一點處理 譬如說你剛剛 你剛剛取得的那些 wave的vector之後 我可不可以讓它變大聲一點 可以嘛 你就把它 因為那個 那個y其實就代表它的正幅嘛 所以你對它可能 把它乘以2 乘以3的話 它放出來就會大聲一點 那 我可不可以讓它的聲音變高一點 也可以啊 你可以做任意的處理 那 這邊你就可以做一些很大的 譬如說 增大減小音量啊 或者是說 提高降低音高啊 等一下都會有範例示範 那還蠻有趣的 那譬如說 譬如說 欸 我今天錄進來 可能我在一個很草的地方錄的 那我想要把一些雜訊去掉 也可以啊 如果你有algorithm 你當然是可以 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 所以 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它有沒有用嘛 因為你就是寫一些algorithm 然後讓它跑一跑 但是 如果你不把它播出來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有什麼用 那 你可能會想說 那就反正寫檔出來 寫檔我們等一下也會講 那所以 所以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我把它讀進來之後呢 我直接用裡面的 function 去把它播放出來 那這樣是最快 而且最能實際能看到說 你今天 你今天做的這些algorithm 對它來講有沒有用 所以 你要確認說 你處理過後的聲音訊號 是不是真的符合你所需要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播出來 那 這一節主要就是介紹說 我怎麼樣把它播出來 好 那其實也很簡單 好 那譬如說 我們知道怎麼讀檔案了嘛 好 那 讀檔案 我們知道怎麼讀檔案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譬如說存在一個 mat 檔裡面 把它的音高跟 它的 取樣頻率 存在一個 mat 檔裡面 所以這邊就是示範一個 我把它 我把這個 資料讀出來 然後用 wave play 這個函式 那這個函式就可以 可以依據你的 你的位元 就是 你的取樣頻率跟你的 你的那個 vector 然後來播放它的音訊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打錯字了 呵呵 好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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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天使之音 吼 對 好 好 好 那 你知道我們用 wave play 這個函式 就可以去做播放的動作 OK 好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嘛 那你怎麼樣去改變它的音量呢 因為音量的大小是由深波的正幅來決定 那 深波的正幅其實就是 你看到這個y 就是你取 你wave讀出來的那個y 那個vector 所以我們 直接對它做一些操作 我們就可以改變它的音量 好 那 這邊你可以聽聽看 就是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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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怎樣課 suppose大家不會睡著 因為會一直被吵 好 那 這就是三個不同音量的 歡迎光臨 好 那 它做了什麼操作呢 它其實很簡單嘛 我只需要把 我只需要把音量 這 一開始乘以1就是沒有變嘛 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 把它的 正幅變成 乘以3 好 它把它正幅乘以3 那 suppose它是變成兩倍音 這個可能寫錯了 好 不管它 那下面就是把它正幅乘以5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suppose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發現我剛剛放出來的音量不一樣 所以你直接對這個y去做操作的話呢 你就可以改變它的音量 好 那 再來呢 好 譬如說 我改變它的取樣頻率的話 表示說 欸 我本來抓這麼長 可是在我取樣頻率 改變了表示說它會用 它會用 譬如說你 你抓進來是 本來是8000個點的取樣頻率 所以 1秒有8000個點 那你現在如果用 16000個點的速度播放它 它速度就會變兩倍快 那你可以聽聽看 這樣的狀況下它的 它的狀況會變成什麼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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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其實都是老師的聲音 那只是我們把它的取樣頻率變快 所以 你可以知道 對這個取樣頻率做操作的話呢 我們可以放快跟放慢它的 它的播放的速度 那你可以知道 像我們這邊把 我們把取樣頻率成1.2 它的速度就變1.2倍 那 譬如說最後你把它放成兩倍的時候 就聽起來很像唐老鴨在講話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這樣子 之類的 所以 剛剛我們看過政府的操作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說 欸 我們取樣頻率是可以這樣操作的 那 那 假設我們要放慢呢 放慢會變成什麼情況 聽起來會像牛叫齁 這邊是這樣寫的 那你可以聽一下 後面會變成什麼樣子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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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齁 所以其實你聽到 譬如說 電影裡面某些音效 他可能 他可能真的是人入 只是他做一些 譬如說做一些這種頻率 或這種 證符啊 這種 等等的操作之後呢 你會聽起來會很像 欸 這很像是 惡魔的聲音 或者是 牛在叫 或者是之類的 等等的 這其實就是 對音訊做 如此的操作 那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就是一些簡單的示範 這樣子 好 繼續齁 那現在有個有趣的問題 假設我們把 升波迅後上下顛倒 那聽到的聲音會是什麼樣子 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上面都寫了嘛 我這樣講好像沒什麼意思 那假設你把它整個翻過來呢 整個前後顛倒翻過來的話 它會變什麼樣子呢 你可以聽聽看啊 還是一樣是歡迎光臨 這個歡迎光臨真的是非常有名 好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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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忘了 好 那 第一個是原本的 第二個是它把波形上下顛倒 就是y變成負y這樣 它就是正的變負的這樣子 它就等於是上下顛倒 那第三個人它是整個 直接把它全部翻轉過來 然後翻轉過來 因為它變成是很像 從後面放到前面 你聽起來就會覺得很奇怪 好 不知道是外星人 還是什麼的在講話 那 今天的第二個作業呢 就是要請大家回去錄音 好 然後 請把這一段 就是 你要回去錄 呃 We 講We這個字 我們 我們 We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We 不一樣 你拿We 然後 你把它翻過來 你把它翻轉過來 你看 聽起來像什麼 好 今天 今天的兩個作業是這樣子 好 好 OK 好 那 再來這兩個範例呢 目前在64bit上沒有辦法用 因為這個waveplay這個function 沒辦法支援64bit的平台 好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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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cript的效果是說 我可以 我可以同時播放三個音訊 好 就是我 我同時 我同時間把 三個不一樣取樣頻率的 的wave把它播放出來 好 不過我現在沒有找到 這個audio player的解 所以這邊我們就先跳過 因為現在這樣 這樣放出來它是沒有效果的 它是不會 asynchronous 好 一般呢 我們在 假設你現在是用32bit的話呢 你 你如果是直接用waveplay的話 它的預設是 synchronous 就是它是 它是同步的播放 那同步的播放的意思是說 我會播放完 第一個 再播第二個 再播第三個 就像你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子 它會播完第一個 再播第二個 再播第三個 那今天如果說你 譬如說你在 嗯 譬如說你要寫一個 寫一個特效 你是同時希望有五六個聲音 同時一起出來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用 Asynchronous的方式 就是非同步式的方式 那 這樣子它的音效才會 才會一起跑出來 那 不過這 這指令目前只適用於 32bit的平台 那所以這邊我就 我就先跳過 好 那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 因為Sound這個指令 它本身播放 預設播放就是 非同步 所以你假設 同時用兩個Sound 如果你有32bit的電腦 回去可以試試看 現在應該大家電腦都是64bit吧 就是如果你有新買筆電或新買電腦 應該通常都是64bit 因為你要插一堆 一堆memory 32bit沒有辦法支援 好 那 基本上呢 這個Sound本身它就是一個 Asynchronous的播放方式 所以你一次如果 擺兩個Sound的話呢 它應該是會同時一起播出來 那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是元素 一個是1.2倍數 所以你會聽起來很像一個 男女生在合唱 那其實是同一個聲音 好 好 那 這邊大概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範例我也先跳過 好 那 另外一個類似的指令是Sound SC 那這個SC呢 有什麼特別的功用 就是說它會把 你的音訊讀進來之後呢 它會先做一個 Normalization 做一個正規劃 就是把它平移一下 然後再移到 1到-1跟1之間 只是它會對它 譬如說 可能它的平均是在0.7或0.8 它會把平均移到0 做一個Normalization的動作 那一樣是放在-1跟1之間 那 它這樣的意義是說 suppose它覺得播放這樣子的效果 會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聽聽看 還是歡迎光臨 好 歡迎光臨 這是原本的 歡迎光臨 你可以聽到這個 這個效果感覺比較大聲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悶 那 這是我的感覺啦 不知道你們感覺是怎樣 還是覺得歡迎光臨很無聊 這樣子 好 那 OK 那這邊就是 一些播放的 韓式的一些示範 然後各位可以回去 讀音檔進來 來自己玩玩看 你可以 然後再下來呢 再下來我們要教你怎麼錄音 好 你前面會讀了 會播了 那現在就是說 欸 假設我要處理自己的聲音 或者是說 我要請別人錄音 拿進來處理的話呢 我要怎麼去使用 我要怎麼樣去用Malab錄音 那 這邊的 這邊的 Malab有提供一個 非常方便喔 它有提供一個 韓式叫做WaveRecode 好 那它的基本格式是長這個樣子 好 一樣是NFS 那這個N呢 就是你要 你要抓多長 好 那抓多長就是說 你要給它幾個點 那 FS呢 最基本就是說 你的取樣頻率是多少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個示範 好 好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從 微軟的視窗系統 就是Windows 好 那 音訊輸入呢 就是譬如說你插了麥克風進去之後呢 那 你在 你在這邊打 Y等於WaveRecode NFS的話呢 它就代表說 我要 我要取幾個點 好 N 就是N個點 那N個點它的取樣頻率是FS 所以假設你的FS是 來 譬如說你的 你要錄兩秒鐘時間 你的FS是 11025 那請問你要取幾個點 是不是這個乘以這個 FS乘以它的Duration嘛 就是它要 總共要 因為你一秒鐘有11025個點 所以你要錄兩秒的話 就是取22050個點 對嘛 所以你這邊你看它 做WaveRecode的時候呢 它的Duration就是 就是它的這個N就是Duration乘以FS 那這邊你可以 你可以就直接這樣子開始錄音 那這邊我來示範一下 應該不會念歡迎光臨 呵呵 哈囉 你好嗎 好 OK 那我這錄音 它自己有點小聲齁 我是不知道 可能是Win7的關係 那我沒有特別調它 所以 你可以剛剛聽到 它的聲音非常小聲 好那 一樣 你可以把它的Po形Plot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正幅 剛剛這邊都到0.1 0.2 左右 那我這是非常小聲齁 所以畫出來 其實 一般你們到時候回去錄音的時候 要注意音量的問題 好 OK 那 那 我們繼續下去 那這邊就是 簡單的示範的說 假設我要錄2秒了 2秒了 那你錄音時間 也可以自己改 譬如說我要錄個5秒 6秒 你就改一下時間 那它就會自動 從你的麥克風裡面取 這麼長的音訊 然後把它存到Y裡面 好 那所以 這個Y這個變數呢 就是它的Po形的資料 就會把它存在裡面 那這個 這個函式就簡單的示範的說 我錄音之後呢 我把我錄的東西播出來 這樣子 好 那 第二個範例呢 我們要示範說 我們一開始其實 它預設的 錄音的聲道 它的channel是1 那它的 資金訊資料型態是double 就是你錄進去 是一個double的型態 那假設你要 改變它的 預設值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改變 就是你在後面 加一些argument 譬如說它最後 它其實前面是 這兩個就是 決定它的時間 跟它的取樣平定表 那後面 後面兩個參數人 是決定說 我要放 我要錄是 單聲道還是雙聲道呢 然後 我的 我的datatype是什麼 你可以用double 那假設它 你不放的話 它預設就是double 那假設你要想到 它取樣平定比較低一點 你可以放個 onsignint8 之類的 那它可以是 現在譬如說 double single int16 uint8不同的型態 都可以 那這就會影響你的 音訊資料的精準度 那support double 是最準的嘛 你放 uint8其實是 最不精確的 那它預設是 最精確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 你的錄音資料錄出來 不要那麼大的話 你可以改一下 這邊的資訊 那它佔掉儲存空間大小 會因為你的 你給它的精準度 而不一樣 ok 好 那 又要示範了 中心乾歇 好 你可以聽到 剛剛我們用double錄的聲音的時候 它比較清楚一點喔 那這邊我們是用 uint8來做錄音喔 所以你可以聽到 剛剛後面背景有一些雜訊 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那這就是 精準度影響 因為精準度影響了 所以 所以你的音訊的品質 也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是可以 是你的需要去做調整 這樣子 ok好 那已經是最後了 呵呵 今天其實 大家把這邊講完 然後我把作業宣布一下 就ok了 那今天的話 因為 因為叫 那個 電腦教室有人要借 所以大家今天也不用demo 對 好 那 呃 我資料夾已經開好了 所以 你們回去 你們都有課本吧 還是有人沒有 那 我需要把題目再放出來嗎 因為 好好好 那我到時候再把題目再放出來 那有課本的 可以看一下喔 這一次是 第二十章的第四題跟第五題 我在講之前 我先稍微提一下好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作業是 要錄 要各位錄 哼唱選歌的 的作業 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會再請另外一位助教說明 好 那 作業其實就是我剛剛說明的兩題 啊 一題就是你 你錄We 然後把它倒過來 好 你可以去聽聽看 它會像什麼 好 然後第二題就是 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錄一段語音 然後你想辦法把它弄成雙 就是雙通道的樣子 好 小聲一點小聲一點 不要太興奮喔 就是 對 好 那 好 我就繼續下去囉 那 最後一步就是說 好 我今天錄完音了 那 我也對 WAVE檔做一些操作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寫檔 那其實 就是 MAVE對WAVE這個 格式非常的 非常友善喔 就是說它有 支援一系列 包括你從 讀檔讀進來 對它做一些播放 操作 然後甚至你可以錄音 那最後當然 你可以寫檔出去 那 寫檔 寫檔的函式就是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把你的 Y 你的取樣頻率 你的 你的位元率 還有你要存的檔名 放進去 那其實就寫一個檔出來了 你就可以存一個WAVE檔出來 它的格式就長這個樣子 好 好 那這個 我要示範嗎 好 那 這個部分呢 就是一個最完整的範例 它從 決定一些取樣頻率啊 它的 它的長度 然後我錄一個音 然後 決定它的檔名之後呢 我錄音之後 然後把這個音訊資料 要存到這個 TEST.WAVE下面 好 然後把它寫進去 好 寫進去之後呢 我再用其他的程式 把這個WAVE檔開啟起來 好 沒了 OK 那就示範一下好了 好 好 直接唱最後一句好 期待在相逢 好 好 好 太小聲了齁 那 這邊就是示範說 你怎麼樣把它存到一個 TEST.WAVE裡面 然後我再用一個 我的播放器 假設你預設是Windows Media Player的話 像我剛剛那樣 它就會開個Windows Media Player起來 然後播放你的TEST.WAVE 這樣子 好 那今天要講的部分其實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好像很快喔 一下就溜完了這樣子 好 那各位回去作業就是參考 參考這邊的程式嘛 那你應該suppose可以寫自己去錄音 然後放出來玩玩看 那最主要是那個雙通道的那個作業 那作業蠻好 蠻有趣的 你可以想一些方式 讓它 讓它雙通道的方式 就是流通方式不一樣 好 那 聽一下齁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那兩題作業的要求齁 大概就是要你們稍微寫一下說明檔 就是包括 你錄一個WE 然後你放出來的時候 你聽它像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 課本上有寫來就是 你錄WE的話 你倒過來放 它會像U 但是如果你錄WE的話 你倒過來放的話 它會像WE呢 那 你覺得這為什麼 那 你在你的作業裡面 必須要附加一下說明檔說 你覺得是為什麼 為什麼原因會這樣子 好 那 第二點 第二個作業就是說那個雙通道的作業 那你們要稍微講一下 你們的 你們的作法是怎麼樣 讓它變成雙通道的 就是 假設本來是一個單通道的語音 那 你是怎樣讓它變成雙通道 可以這樣 像剛剛那個 Flanger那個範例 它可以這樣子 雙通道這樣跑來跑去 你要怎麼樣做 那 這邊給的提示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個Flanger 它的波形 它的波形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稍微去揣摩一下 OK 好 那最後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作業的話 我們請捷新助教來為各位說明一下 好 好 那 最後一個作業是要 叫我們阿板帶大家來錄音 那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呢 下面我有 這邊 幫每個人 就是都開好資料夾 那 比如說我這邊選一個 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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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個之後呢 Deswegen 換 ob 每個人的歌單就是 走音 甘 像 趕大家 就是 找的頂序 就是 大家都說到一樣的歌 所以 你們每個人的排序都不一樣 簡單來說就是 怕你們從第一首看就跳 結果每個人都找出一樣的歌啦 所以這樣我們就會拿到很多一樣的歌 這樣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大家的歌單都是原整的 但是那六千多首歌都是同一份 這樣 那總之呢 就是你們投資這個裡面去挑 去挑會的這首歌 應該要挑得好 那 那 挑完之後呢 我們上面有一個Ruby的王子 那 這個王子呢 它是一個Flash的頁面 那你們就照著上面的說 按一下 然後 有點小 那第一個呢 然後填歌名 第二個填 那個 歌手的名字 那最下面這一檔請你們填你們自己的學號 填你們自己的學號 那 比如說你上中文歌 他就選 他就選 那個 那如果他有是台語歌 就記得選 好 那 後面還有 那個 中文歌跟 日文歌 但是 我們的歌在裡面沒有日文歌進行 所以 所以 你們就 所以你們就 他看著上面的歌 你就入行 我們就選擇 那 我先隨便選 那 我先隨便亂打 那你們到時候就 正常選擇 就是 就是 後面這個字串 把它貼上去的 然後 那 這個選擇 就選擇你的學號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就開始錄音了 那 那這邊的話看你們要怎麼錄 比如說你們在外接一支麥克風 或者是 或者是你們體驗上面就有那個 那個 錄音的孔 那總之就是想辦法 想辦法錄音 反正你們 你們這次 今天晚上的作業也是要錄音嗎 就是 想有辦法錄音 那錄音的時候呢 點這邊的report 那你只要 你只要錄8秒就好 那你在錄的時候 記得那個 這上面有兩條線 有兩條線 那你的音量要記得保持在 那兩條線中間 那 就是說你的 像我們現在的那個 畫出來的波形 它只要 像這個都已經超 超多太多了 所以 即將讓你的波形畫出來 就在這塊中間 這樣 那 它可以唱三分鐘 但是請 不用唱那麼長 好 其實你上完8秒就夠了 最少的8秒 最少的8秒 上完8秒之後 可以按 你剛剛上 確定OK的話 就按 你可以上去 那 上調完成後呢 好 我現在 你現在先確認 你剛剛有沒有打對 對的話 就上調 好 這邊上調完之後 這個上面的說明就不要緊 因為這都是 這是 從別的 別的範例來 所以 上面的說明沒有選擇 不然就按下 不可能繼續錄下首歌 那 錄完之後呢 我這邊 有給一個網址 這邊你可以看到 你錄的 錄的 清單有哪些 所以 比如說我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 好 所以就會想說 你是誰 然後你錄了幾首歌 看你錄的是哪一首歌 這樣 只是幫你做一個列表 讓你確認說 你第一錄完幾首歌 這樣 到時候我們就會來檢查 從這邊檢查說 誰有錄誰沒有錄 OK 好 那 這個作業呢 期間是在 12月27號 那一天 包含 包含 上一次我們講的那個 拍點的那個 那個 那個作業 也是在12月27號 就好 很足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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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